一隻白色天鵝在餘溫中悠閒的游來游去 一下探頭到水裡 一下轉頭整理羽毛一舉一動 都被一旁大批的攝影玩家捕捉下來 因為這隻是台灣罕見的芬蘭國鳥 黃嘴天鵝 不只因為十分罕見 不少攝影玩家覺得神奇的是 去年十二月中 這裡就出現一隻黃嘴天鵝 雖然去年出現的是亞成鳥 毛色比較灰 今年再次出現的毛色純白 但不少人都覺得和去年的是同一隻 只是長大了 是不是同一隻回娘家 台灣野鳥保育協會說 雖然沒有科學證據能證明 但根據黃嘴天鵝的習性 是同一隻的機率並不低 專家說黃嘴天鵝一般都是到日本或朝鮮半島過冬 可能因為迷路踩到台灣 也呼籲民眾或攝影師在遠處拍照或欣賞 不要過度靠近或驚擾 華視新聞無連續 文物少奇妙一報導 Hello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H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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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